花蓮县老人会市长杯长青桌球赛星期天登场 78个人切磋球技各个大选身手 市长威嘉贤特别到场开球为选手交打气 市长也表示人老心不老 大家建议由适合的运动可以为自己打造健康活力的身心灵 花蓮县老人会市长杯长青桌球赛是由花蓮市公所指导 花蓮县老人会主办 比赛分为甲级以及财混合双打 共有13组78名选手参赛 市长威嘉贤一大早到场向选手们问安 也为赛事来开球 今天我们是市长杯的长青桌球比赛 在我们花蓮县老人会的一个会馆里面来做相关的举行 我们花蓮市是一个友善的城市 也是一个运动的城市 所以在公所的部分也长期来推动各项的一个运动 特别是长者的运动 那我们也希望说更多的长者能够走出来参加更多的社团 让自己虽然是有了年纪 但是心不老永远都能够健康活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老人会的很多的在运动的伙伴 其实年纪其实都还蛮大的 但是由于有运动还有交朋友的关系 他们的身心灵都非常非常的健康 而且看起来人越来越年轻 那我们期盼有更多的长辈能够走出自己的家庭 到了一个更开阔的一个生活圈 那花蓮市公所也会继续推动各项的活动 让每一个长辈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那也希望每一个长辈都能够在花蓮 继续的快乐的生活下去 其他包括了县议员魏家宴 吴东升市民代表奖方法 韩林梅还有花蓮县议会秘书刘宋斌 都到场为选手交要打气 而县议员魏家宴也带来随身携带的酒精 提起大家要做好防疫措施 市长魏家贤呼吁乡亲 一起推广全民休闲运动风气 他也鼓励长辈们要多走出户外加入不同社团 藉由人际互动参加社团活动 能够达到联谊目的 也可以让身心灵充满活力与健康 这日会欢迎视报道